近日网上所流传的视频称 赴新加坡旅游的中国游客 疑似因为没有购买巴士司机所售卖的纪念品 和司机起了争执 一行二十人被遗弃在了路边 有游客在视频中称 因为没有购买司机所售卖的物品 遭到了司机的辱骂 甚至还被门撞到 随后司机将游客的行李卸下了巴士 游客就控诉司机不愿道歉 怒气难平 但另外一方面 有认识当时司机的受访者表示 旅游巴士司机所售卖的是平价商品 也不会强迫旅客购买